繼續我們看體育的消息 世界青年跟青少年 越主越多冠軍挑戰 今年是在保佳麗亞基盤 臺灣的專修 丹連勤跟林玉庭 替我們臺灣體學兩面金牌 你丹連勤又是頭一面出國比賽 他不然是沒穿怕 又典現實力 打敗俄羅斯的專修 丹連勤的丹連勤 對上全拿三的俄羅斯專修 雖然比人更加愛 公勢很厲害 這軍左擺拳非常有賴 是最後的軍路 非常順利他繼續打出幼殖拳 出軍當中萬不快樂 後等兩軍打下兩千塊十三名 世界青年越主到青少年越主 國際軍擊金票勢 75公斤擊的冠軍 他用所有的策略 去把這兩個拳打出來 因為去用敵壓迫 然後去控制對方 那本身爆發力非常好 在比賽中請贏 贏到冠軍 對台南軍來說是非常艱苦的過程 在踏身敵刑成立高中 裡面是由媽祖來的我一名 家境不太好 跟一個人在台灣接受 婚人非常高等 他又嚴重的兵會 不過他不然沒放棄 又堅持到地 讓人更慶祕 這是他第一次出國比賽 就拿到冠軍 第一次比賽的選擇 基本上不確定 但是他病人 所以我就強調這個不在乎 他這個經歷 術師很好 面對壓力的那個方式 是很真相的 另外一個臺灣志工 是新北市英哥哥 一個林玉婷 他拿到青蓮入住 五十一公斤急的金牌 孫散冠冠冠的他 連軍五年 就算打到五千元 他也沒花過一十塊 希望軍黨出軍速度 快的他一路過關斬酒 終算贏到最后的公園 記者 認證你等待你 觀眾朋友 報告